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 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个数据 相信很多人听了之后都不敢相信 根据相关部门的一个数据统计 现在在中国整整有一亿的女光棍 究竟谁才是罪魁祸首呢 究竟到底是什么样的原因 才造成目前的这样的一个现状呢 今天就给大家分享一下 对幸福生活比较重视的朋友 可以先给这个视频点个关注点个赞 我们接着往下讲 就是国家的目前 就是我们整体的人口的出生率 是一降再降 现在整个社会已经面临了 一个人口的负增长 咱们去年的新生儿的出生人口 已经首次跌破了1000万 只有800万左右 包括国家现在也是出台了 各项的一个政策 放开了一个生育政策 鼓励包括各种奖励 然后生二胎生三胎 可是整个的社会 现在有那么多的女光棍 她们结婚都不结婚 怎么去生小孩呢 怎么去增加人口数量呢 所以说也让国家和社会层面 非常的头疼 就是穷尽办法 可能也没法无力改变这一现状 根据我国最新的一个人口 普查数据显示 全国整体的一个男性 很多人应该都是知道这个数据的 就是男性比女性是多3000多万的 所以说呢 按照道理来说 应该是有多出来3000多万的男光棍 就是男性找不到老婆 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女生 特别是大龄圣女 泛滥成灾越来越多的人选择不结婚 选择成为女光棍呢 真的是让很多人百思不得其解 找不到原因啊 按照道理来说 是男性比女性多了那么多 女性呢 应该是挑男性才对 应该说他们随便找一个对象 是非常简单的 你像在农村里面动不动 就是一个村子里面几十号 二十号三十号呢 那种男光棍根本就找不到老婆 然后父母都愁白了头 他们应该是随便一个女生 都是可以挑的一个地步 挑五个男生或者是十个男生 就在那排排坐 然后相亲的时候随便挑的嘛 但是呢 为什么会出现这么多的女光棍 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最后祸首又是谁呢 是他们女生不愿意嫁 还是嫁不出去呢 下面呢 我们就一起来听一听啊 一些大龄圣女 包括年轻女孩的一个新生 看完这个视频呢 你肯定就知道 答案了 为什么他们不结婚了 那首先第一点就是 现在的女性是越来越独立的 包括经济独立 各方面的一个独立啊 包括自己买车 自己买房 基本上很多 你像那种大龄圣女 三十多岁的大龄圣女 自己在城市里面 都是混得非常不错的 都是事业有成的 根本呢 就不需要男人养活 所以说呢 他就感觉结婚这件事呢 是非常麻烦的 我自己一个人 本来是生活的挺好的 然后结了婚之后呢 还要找个男人 还要照顾他 还要给他生孩子 然后还要干各种家务 我本身呢 自己 然后事业有成 我这些事呢 根本不用我做的 然后反而结了婚之后呢 给自己 然后多出来这么多麻烦 像封建社会的一个女性一样 然后对于当代 这种独立的女性来说 这对于她来说 是一个极大的一个束缚 所以说很多人就 抛弃了结婚的这个想法 就是自己活得 有多潇洒就多潇洒 我自己过得也挺好了 自己挣钱 自己花嘛 而且挣的呢 也不一定是比男生少的 那第二个原因就是现在的女性呢 基本上都非常追求这个自由 不接受这个约束 或者是什么的 就是结婚 相当于是爱情的一个坟墓 把自己全部都束缚住了 然后结了婚之后 还要生小孩 养小孩 把大部分的时间呢 包括金钱 包括精力呢 全部花在自己老公身上 花在孩子的身上啊 觉得非常的是不值当的 因为呢 你结了婚之后呢 基本上女性呢 就做不了自己了 然后结了婚之前呢 想去泡吧就去泡吧 想出去玩就出去玩 想玩多玩回来就多玩回来 根本就没有人管自己 而且呢 也没有什么公公婆婆 天天在背后唠里唠叨 所以说呢 就是感觉呢 是一个人吃饱 全家不饿的那种状态 不享受任何人的一个约束 那第三个原因 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因啊 就是现在年轻人的思想观念呢 就全部发生了翻天覆地的一个改变 没有那种老一辈 那种老传统那种 传宗接代的一个概念了 也有很多女性呢 根本就不想面对 婚后的一堆的一个麻烦事 就像咱们刚才提到了 结婚之后照顾孩子 包括伺候老公 每天围着灶台转 然后跟柴米油盐 酱醋茶打交道 还要洗衣做饭 然后觉得非常的烦 非常的累 非常的繁琐 还要伺候自己的公公婆婆 然后跟他们住在一起 动不动 还有什么婆媳矛盾 这无形中呢 给自己增加了很多的麻烦和压力啊 很多女性呢 也不想年轻的女性啊 也不想面对这些索心事 然后本来自己的工作呢 反心事就更多了 然后再加上家庭的一个索事 让很多女孩子呢 第一是不想面对 第二是根本就是无力面对啊 我感觉呢 以上这三个原因呢 是现在很多年轻女孩 不想结婚的一个主要原因 当然了 也不排除啊 有个别的女孩呢 比较物质化啊 就是要彩礼方面跟男方面 男方呢 可能提出一个比较 强的一个物质条件 必须买车买房 在市中心 必须用那种五金 要给多少万多少万 十万二十万三十万的一个彩礼 等等等等啊 而导致自己剩下来 导致自己没有人要啊 不知道呢 大家是如何看待 最近这些年的社会上 包括城市里面呢 越来越多的女光棍 越来越多的大龄圣女 泛滥承灾这一现象呢 大家都觉得到底是 什么样的原因 导致现在女光棍是越来越多呢 也欢迎在评论区里面留言讨论 discipline 什么目标